我們現在會玩一下Grubernati Official 玩MiniCube Interactive Tutorial 其實順利會介紹一下背景 其實所謂Grubernati就是什麼東西 其實問題就是當你要出門的項目的時候 很多Docker Container 會一起工作的時候 要齊用的 其實我們需要有些東西幫我們管理 container的生命周期 開幾個 如果整個Custer有很多VM 的話究竟要放在哪裏 放在上面的時候 你知道可能會有機會倒閉機或者換機又要到處走 那這些Network怎樣管理 其實我們需要一個orchestration framework Grubernati就是幫我們管理這些容器的orchestration framework 其實MiniCube就是可以讓你安裝在自己的機器上 一次過模擬了Grubernati所有的component 然後進去一個地方玩完 其實它玩的地方就是這個迷你版和你出街版 基本上那些Code都不用改 你可以按照Depoint上去 第一個概念要留意一下 其實就是它會有個 其實都是你明白那些Custer有關的技術 永遠都有一個叫Master 然後有很多叫Worker Note 其實如果以一張圖的角度來說 你就會有一個Master 然後有很多Worker Note 然後上面走到不同的Service 那些Docker就會在上面到處走 那其實基本上你所有Code都會用它 因為它可以幫你管理 其實問題是你的Docker很上面 你需要orchestration 其實你VM也可以 增機也可以 還有近期前可以做到是混合都可以 那其實它本身的設計 就是可以支持兩種的container 其實就是Docker和Rkt這兩個 那我們現在就玩玩MiniCube 那它是Online版玩就可以了 那你想自己裝 看一看其實也不太難裝 那現在我們玩的第一個Tutorial 就是怎樣做MiniCube的Custer 其實很簡單 那其實就是 在這裏的第二條link 繼續做下去就是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試 那如果你真的玩的時候 要留意一下 那另一件事 我們試Command 如果架子真的裝好了 那就是MiniCube Version 這樣就可以看到現在的版本 那其實一句 MiniCube Start 就會開始那個 迷你版的Kubernetes的Custer 那這裏需要少許時間的 因為其實它這個 其實按下它 它的做法就是VM 然後就在裡面做 你看到它是Download來組裝 好了 那搞定了 那其實你現在 MiniCube 起了 其實你就變成Kubernetes的Ctrl 就可以指著Custer 那你再按 其實它就會 Kubernetes的Ctrl Version 你可以看到它是Kaiyan Server 其實它永遠是兩件事 只要看細節 其實Kaiyan Call 其實Kaiyan Call VSAP不斷叫過去 好 接著我們再看 那接著想看下 Custer Info 那你按一按 你看到 那Custer Info就是這個 這個IP說是玩不到的 因為如果你這裏 Online這個不是真機 你真的想Access你的Custer 你要按加好 然後按這個就可以了 其實它有兩個 有一個Kaiyan Server 這樣說一下這個 就會Access Custer Kubernetes 那個Ctrl 的界面 那我們之後 都會玩一下它 其實你所有大部分 Command 9 做到的東西 這個界面你都會看得到 不過就 為何要中文 不過不要緊 我們稍後切些 第二個Lab才玩 好啦 那現在這裡 就 那其實這裡還有 還有 command 就是Get a Note 即是你現在有幾個Note 你只有一個VMED Cube 一部機 辦了所有東西 那這個就最基本 就是這樣 你Summary 它是做一張Survey的 你不用做的 謝謝